好,今天我们介绍一个新功能 然后我们做一个追击问题 我们首先呢,我们拿两个小球 这个小球我们设一下它的坐标设到了 让它往前一点 好,我们设一下速度 这个我们让它速度稍微小一点 比如说这个我们设到5米每秒 这个呢,我们设到8米每秒 这个呢,是我们新加的一个功能 可以来记录它的曲线 我们添加一条线 点这个编辑 我们改一下颜色 比如说我们改到红色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201 然后呢,器材,器材呢 这个是我们的器材名字 我们先写上 我们也让它叫这个名字 当然这两个可以不一样 比如这个换一个叫小球01 然后呢,数值我们取X值 那小球我们再加一个吧 再加一条线 这个我们编辑一下 小球撑不开 小球1 这样 我们叫小球2 我们改成绿色 换个绿色 这个叫202 数值呢 我们也取X 那小球1小球2那个刚才前的那个器材名呢 我们在这里设置一下 在这里我们设置一下 又撑不开 重来啊 设置这里 我们让它叫 这个是让它叫报01吧 让这个让它叫报02 好 然后这个呢 我们让它是01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设置好了 我们先写一下 追击问题 我们保存一下 追击问题 保存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结果啊 点击这个运行 好 我们发现呢 一开始呢 这个 因为这个是那个 我们外轴用的是X 是F轴是T 所以说呢 一开始这个 靠前 然后呢 这个靠后 但是呢 这个速度大 慢慢的 他俩就相遇了 当他俩同一时刻 X就一样的时候 就追上了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 重置一下 再来 好 看一下 是不是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 它追击相遇的 这个问题 反映在图像上 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个表格呢 我还在改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我们是不会保存的 目前没有做保存 所以说呢 比如说我刷新 刷新之后呢 然后需要重新弄一下 大家可以自己先试一下 功能呢 还在不断的完善 有其他的那个 有其他的需求 或者是有好的想法 也可以跟我说 欢迎大家 加群讨论 嗯 好 嗯 啊